走进高树乡制作茶树园 就好像在森林般 令人感到心旷神疑 高树农友陈林堂 栽种2000多棵澳洲茶树 树种是中研苑 从200多种茶树中筛选出优势品种 再由工研苑以组培成功繁殖 一般茶树100公斤枝条 仅能取得0.4至1.1公斤的精油 此品种愿能产出2公斤 它是马拉里卡的品种 其实是在澳洲里面 它的精油纯度最高的一个品种 那如果要真的是说 它确实是说 它要称作澳洲茶树精油 如果全民要这样子讲的话 就是必须要符合那两个国际认证 你才能够这样讲说 你是澳洲茶树精油 陈林堂也无读及草生方式管理茶树 萃取精油的部分 全以人工熟建的采集方式 却0.3公里以下的细枝条 减少过敏源 以确保品质 相当耗时费工 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 确认产出符合澳洲 药典EP8.0和ISO4730双重国际认证的精油 并成立林卫生计公司创立品牌 以茶树精油级纯露 开发清洁用品和保养品 我们除了精油之外 那衍生出来的纯露 就是产生这些所有不同的产品 那我们产品里面就是 是由欧盟有机认证为主的内容 而且我们主要就是不添加一滴水 全部都是用全纯露制作 所以同样的它的相对的效果会更高 林卫生计经理陈嘉玲表示 品牌所有产品有80%的原料 都是自己的农场萃取生产 赴原料添加都使用欧盟认证的 有机和无毒性原料 完全不添加化学防腐剂 及香料 要与市面上的产品做区隔 随着国人自我防护观念提升 产品诉求要让消费者用得安心 透过官网贩售 顾客回流率高 未来将继续开发更多产品 希望能打响MIT澳洲茶树名号 评论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